当灾难降临 触目惊心的画面 无辜伤亡的事 仿佛天地不仁 神佛隐身 如果苦难的背后 都有目的 人们是否能够理解 那是地球母亲 给我们最沉痛的提醒 如果宗教信仰 真能创造奇迹 我们又该如何祈祷 让伤害消失 战争远离 维新圣教 立教于中华民国台湾 基于对战争与天灾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和平的真切渴望 创教人火源禅师 接受中国和平大神 王禅老祖的圣灵指引 用易经预知天机 防范灾祸于未然 用风水学保护地理 调节空间磁场 再用宗教修行法仪 安抚受难蒙冤的灵魂 达到天 地 人 和谐共存 超越三度空间的视角与思维 就是维新圣教 守护地球平安的方式 也是教团的神圣使命 火源禅师投身宗教与教育三十年 传播易经风水善法 护国立民 向来只求实践 不问悔育 直至2012年 入围诺贝尔和平奖 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其中由于台湾政治大学 宗教研究所 李丰茂教授的研究论点 直指核心 维新圣教作为世界新兴宗教 在现今两岸 东亚 乃至世界各国 急需共生共存的国际秩序之下 选择以神道的解冤世节 作为宗教关怀的主题 以一经风水学的古致经用 达到人际和气 民族和平 宇宙和谐 即是火源禅师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 解冤世节来自佛教的因果观 强调灵魂的冤与怨 如果没有得到真正的理解 将会不断轮回报复 当庞大的负能量聚集时 必定造成人类极大灾难 因此 火源禅师呼吁世人 应相互尊重生命的价值与存在 带领弟子诵经修法 安顿当下及未来 所有孤魂游灵及祖先之灵 共同提升至光明境界 数场全球性的灾难 都在教主 王禅老祖圣灵 遇事的时间点顺利化解 印证宗教的修行力量 真实而不可思议 2002年 严重急性呼吸道 症候群SARS 从亚洲快速蔓延至全球 一介束手无策 百叶萧条 人人自为 王禅老祖开示 天温降临必有因 需尽快修持药师精 及启建世界和平钟楼 以地球磁场能量化解 2003年5月21日 鬼位年4月21日 维新圣教于台湾南投 总道场 禅吉山先佛寺 启建世界和平 天温永席消灾化解大法会 维新弟子供送药师精 超过三万六千部 供养天温煞神 及世界所有人民 同时兴建世界和平钟楼 以风水增产改变地球磁场 并将法会供养的连坐 及五千只护魔棒 化于钟楼的九龙系珠宝穴中 仰仗天地正气 与圣神威光 化解瘟疫危害 2003年6月4日 法会圆满 台湾疫情明显缓和 世界卫生组织 已同时宣布 全球SARS警报解除 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 禽流感疫情陆续在 韩国 日本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辽国 印尼 中国及马来西亚境内 陆续爆发 其中越南 泰国 柬埔寨 印尼与中国 甚至发生人类感染H5N1的病例 总计造成113人死亡 会员禅师经由易卦得知 禽流感乃是灵魂界 依附在水土中的细菌 经由人的脚底与呼吸系统 进入肝脏 脑部 心脏 进而危害生命 必须诵经修法才能化解 于是立即要求门下弟子学员 需恭送天德经36万部以上 于2005年12月21日至28日 起见天温永席 护魔赵灵七永日法会 以天德经36万部之功德 回向给禽流感温神 并粉化护魔棒 祈求龙天护法 加持六到七寿朱诗灵皆得度 转化为人不再坠入轮回 法会于12月28日圆满 2006年禽流感疫情 渐趋缓和 至今未造成大规模感染 2006年10月 南极臭氧层破洞达到史上最大面积 2600万平方公里 火源产师开示 地球灾难即将降临 必须尽快依宗教法仪补天 于是自2007年6月19日 丁亥年5月5日起 在禅吉山仙佛寺如来园 起见长达79天的护魔起安大法会 火源禅师代表世间大众 行声忏悔 每日以维新三十经供养法界 维新例子恭送维古仙师天德经 共64万部回向法界 仰仗九天玄女补天 在焚化松木护魔棒 供养三界万灵 2007年9月5日 丁亥年7月24日法会圆满 7月25日 瑞士国际气象组织宣布 臭氧层破洞缩小30% 2009年 地球多处出现大型地洞 在中国长江沿岸更多达459处 火源禅师已一经推算得知 因长江三峡大坝水库工程 造成地球轴心天移 宇宙间星球引力变化消长 形成圆形下限狂动 若是发生在大坝四周 将围及长江下游四亿人的生命安全 教主王禅老祖圣灵开示 需于2010年11月23日 更迎年10月18日 起见消灾起安大法会 与一些佛寺设置法会坛成 全体贤士恭送地母真经 122万部 佛说大阿弥陀经68万部 恭请玉皇大天尊 地母至尊 及72天师光匠 化解灾难 至2010年12月22日法会圆满 世界未在出现天坑地动 足见宗教法仪的力量 确实不可思议 2011年 日本发生311大地震 富士山开始出现 喷发征兆 王禅老祖圣事 必须立即于八卦圣城 起见祭天台与天心池 将天心池打造为 岛立的富士山形状 并于池底放置震海火山 消灾化解石碑灵文 其请诸天圣神 改变地球体长 维新地体恭送天德经48万部 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灵归宣宝告 三万六千部 于2012年6月19日 仁臣年5月1日 举办万灵归心大法会 将所有送金功德回向法界 仰仗天威化解富士山危机 6月23日法会圆满 6月24日台湾地震测报中心观测 富士山地震带的活动 仅归于平静 然而此时 美国黄石公园活火山 因地表不断升高 而引起科学家高度关切 若黄石公园火山爆发 必定造成生态大灭绝 玛雅文化所预言的 2012世界末日 已将到来 王蝉老祖盛世 因于2012年10月23日 仁臣年农历9月9日 于仙佛寺生坛 起见消灾化解法会 供请宇宙主宰 红军老祖光将 全体贤士供送 鬼谷新师天德经 共36万部回向 再以宋经加持的甘露水 注入天心池 化解火山能量 法会期间 环太平洋带陆续发生 28次6级以上地震 逐步释放能量 2012年12月29日 法会圆满 黄石公园火火山 已归于平静 世界末日的预言 终究没有成真 2013年12月 西非爆发 伊波拉病毒疫情 由于死亡率高达 50%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 将其列为 国际公共卫生 紧急事件 鬼言禅师开始 伊波拉病毒是细菌 但也有生命 必须仰仗诸天圣神佛菩萨 将诵经功德 转化为灵光 加持病毒细菌 解冤事结 并举办至少八场 消灾化解法会 安活力破 仰仗天威 化解灵界 与众生的杀业怨恨 才有可能化解 于是维新圣教贤士 共同发大悲心 于甲午年3月3日 3月26日 5月5日 6月6日 7月7日 9月9日 10月10日 接续举办消灾化解法会 至2015年5月10日 以未年3月22日 公祝王长老祖圣诞法会 起谈当日 全体贤士公送天德经数量 已高达1100万部 世界卫生组织 亦在当日宣布 伊波拉病毒 危机解除 2015年5月 毁元禅师再次宣达 王长老祖圣事 2016年 世界将有粮食危机 弟子需恭送天德经 1250万部以上 并实时为众生 做宗教性的祈祷 以化解战争所带来的 饥饿与贫穷 在全体贤士的 精情修行之下 2016年2月26日 叙利亚内战宣布停火 久违的和平曙光炸现 至2016年5月5日 秉山年3月29日 王长老祖圣诞日 全体诵经数量 已到达1272万部 世界粮食危机 并未因战争而扩大 再次证明了宗教修行的力量 足以转化黑暗为光明 世界和平 是维新圣教的立教宗旨 火元禅师以一经智慧 揭开战争与天灾天温的因果轮回 再领弟子发大悲心 以宗教法仪积极扭转人类共业 当光明能量超越黑暗 奇迹就会降临 让我们又爱相互连结 与世界所有宗教 共同关怀人类未来 万禅老祖 为新圣教 笑在花间 不过其上你 黄山道路 仰山道路 掌 扬转人类共业 天下还敏 咖啡 阿哥 阿哥 扶我起手定义 上海一切天灰功能 不跌下掌声去你 明归然变起了几度 看望归心 现实逐温 一发修行 一脚同行 同传归心 世界尽 明归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